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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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外套好看对吧 好看 拆一下 我刚已经拆过了 你的是吗 我的衣服要能塞进去 不知道要是他要哭还要我要哭 我怎么觉得不像他的衣服 我也觉得真的好看 真的要过一个库了 你看对我的这个鄙视 这就这就叫天接小雨润如酥 就像酥一样若有若无的雨 你看看小点你看是不是 小毛毛雨 不是连毛毛雨都算不上 就是润如酥 就是指的是这种雨 乌檐低到脸 对 那就眼雨 就不是雨 你看是不是 为什么 真的 是不是 你根本 你说是雨吗 没有雨啊 没有雨 毛沙沙 但是有那么一点点 天接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 尽却无 哎呀 今天咱们就体会烟雨了啊 请大家细香安全带 伟杰我觉得你真是 你要不干这行啊 你真的 导游小姐 对 我觉得你是特合适的 那时候我大二还是大三的那些一几年 我走那条路完全在翻新 就很多比较老旧的地方 全部被刷像了白漆什么黄漆 刷得很新很新 对杭州带来很多好处 反正当时作为我们这种学传统文化的学生来讲 我是觉得怎么能搞成这样子 就像老的佛像刷了新漆一样 你欣赏的和爱的就是他那个旧漆 我就是一直很多人问我 喜不喜欢杭州 我一直都觉得我不喜欢 的原因应该就是那一次之后 但是这一次来 跟着老师们跟着韦记来 就感觉抛开这些表面现象 它的这个背后的很多文化的东西 其实是很打动人的 很深厚的 我跟你说 在今天的这个地上啊 就是要玩 就得有一个梦与现实的结合 对吧 因为新的环境已经跟古时候不一样了 不一样 但是也有一点一样 对不对 湖是一样的 反正它是典型的江南风光 傅春江 玉大夫一天到晚写文章就是讲 怎么下乡怎么漂亮 怎么下乡漂亮 我若不是在这片山水中 那就不是我 傅春江到了 真是空盟 玉大夫公园 看见了吗 薛老师 他的故居当年就在江边的 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是二十来世 何日更重游 因为这里的文人就传统一直很多 你傅春山区图就更加有名 其实还有点凉 许老师 你刚才对着我开闪吧 许老师 精准 许老师 有一种悸动的心 四十年没有来的景点 我现在做导游 你们有什么问题 好的 许老师 你看看这个耳水不平衡 咱们同船游览 对不对 你现在你把这宴符让给我了 是不是 那是什么地方 玉大夫故居 我们先去玉大夫是吗 那行咱们得江边逛 太好了我的傅春江 我说傅春江啊 就是黄公旺的这个画啊 就是平和 而且他们说傅春江的水是特别慢的 跟其他的比起来 许老师你要不想下你就不下啊 可以 淹水茫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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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涛松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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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会幸会幸会江老师 不敢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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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玉珍峰 玉珍峰玉达夫的孙子 哦玉老师您好 那要跟您介绍了 徐老师徐老师 我们徐老师是笨着您来的 徐老师是研究玉达夫的专家 是啊所以我说这一次一定要把徐老师请来 啊徐老师就本来这个到这来 他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傅春江 所以就是一定要到玉达夫故居看一看 那边就是您爷爷故居了 是玉达夫故居 当时就是玉达夫在这儿出生生长然后结婚 又从这里离家去日本留学就是在这个房 啊门框 这个门框是以前包括这个门 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拍一个徐老师 这个门能能推吗 可以可以可以 咱们可以拍一个徐老师推开玉达夫故居的门 好象征徐老师四十年后再临玉达夫故居 人已沧桑啊 好 好 可以走了 好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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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玉达夫没老徐老师都老了 是吧 这个是鲁迅的诗 《硬交华盖于何求》 我最喜欢这个 《横眉冷对千夫子》 这个最后写的达夫 赏饭 闲人打油 偷的半连 凑成一粒 哦 这首这么有名的诗是 写给《玉达夫请吃饭》 《玉达夫请鲁迅吃饭》 有感而作 当时正好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发了《玉达夫》跟鲁迅的通缉令 为什么通缉他们俩呢 他们进步啊 进步作家 对对对对 然后《玉达夫》就跟鲁迅说 我们俩现在是不是在叫华盖运 我们交的运不叫华盖运 所以叫 《玉达华盖运河球》 《玉达华盖运河球》 《未敢翻身已碰头》 对 《旧帽遮言过闹事》 《破船载酒饭中流》 《横梅冷队千夫子扶手》 《甘胃如子牛》 最后两句是我的梦想 《躲进小楼城一桶》 《管他冬下雨春秋》 为什么要破冒遮言过闹事呢 就是 被通缉 被通缉 对 这不就是你知道 我过去的误解 如果没有这个背景 我就以为 这是鲁运的人生观 就是说我呀 溜墙根走 我就破冒遮言 其实你看 有了这个背景 我们就知道 他是在当时被通缉的背景下 既然当时是比较困难 或者比较危险 他是二十年代最重要的两个小说家 一个是鲁迅 一个是约大夫 他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新闻学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 第一本小说集就是《沉沦》 他把他小说里把他自己描写成一个 幸苦闷啊 对 这个很多看到女的就自卑啊 要追啊 对那是我对他最深的印象 但是实际上 哎呀他都是夸大的 艺术夸张 《毁家诗记》 《毁家诗记》 主要以郁达夫与王应霞的婚姻生活为主 诗作大都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仇 包括他对王应霞洪姓出墙的怀恨之意 而《毁家诗记》的面试使得两人婚姻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成为真正的毁家之作 我在上海我写文章的时候 我还去看了一次王应霞 我去拜访了一下王应霞 你见过他 对见过 很漂亮 你拜访他的时候他多大年纪啊 他应该是七十多岁 王应霞怎么跟你讲这段事情 他的话概括起来就 达夫这个人啊 可以交朋友 不能做丈夫 但是于达夫是真爱的 就是一个曾经那么风流的一个人 之前相对来说了 可是他真爱王应霞 要不然他不会后来受那么大刺激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他自己说是为了到南洋去宣传抗战 就现在从新加坡的这个文学界来说 就是所有当时南下的中国作家里面 郁达夫是一个最大腕就是最大的一个文号 这个现在他们追认他是新加坡文学之父 郁达夫成为烈士五二年是富阳县定的烈士 到了85年的时候 纪念抗战什么多少年那个时候 北京开了一个大的会议 那么请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也就是党外国家领导人 胡玉芝做一个报告 他的夫人沈子九 沈子九对 沈子九跟我很详细的讲 讲的第一段话就是说 要肯定他是烈士 那这个是宗旨 然后就讲 我们那个时候不应该啊 他说在这之前 我就是他讲的我们就是地下党 就胡玉芝王任书这些人 他们那个时候都靠 约达夫开的酒厂保护 约达夫呢不仅开酒厂 还被迫要去做翻译 嗯 所以当时王任书都后来都有写嘛 所以约达夫睡觉都不敢讲梦话 就随时就就害怕 但是等到四五年日本投降的 这个波玉芸一波呢 哎 结果约达夫日本人后来已经查出来了 所以虽然前面叫他 他叫赵什么赵连 虽然之前你一直冒充赵连 后来日本宪兵都已经知道 他就是约达夫了 已经暴露了 他的诗词什么 在日本的词典里都有 所以这个沈子九的 我记得我这个是印象非常深 老太太就对我说 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我们对他不起 他不是被日捐杀的吗 但是日本人不承认啊 日本人说没有证据是日本人杀的 林木正夫 一个日本人 他是七十年代研究 约达夫的专家 我去拜访他 他说他当时就不相信 他认为他不是日本人杀的 然后他不是说说而已啊 林木当年在新加坡国大访学 他反正在那里住很久 采访一个一个人 为你造帘 造大胡子 你记得吧 什么什么情况 他就一直找 他找出了一个宪兵 找出了一个宪兵 这个宪兵队长 这个林木正夫这个教授 他还蛮厉害 他就追着这条线索 就一直盯他 好像隔一年以后 怎么再找他 最后他就承认了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别的宪兵自杀了 这个队长不肯自杀 他怕有人会说出这个事情 会认出他 而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名人 所以他就指挥了两个宪兵 跑出去把他杀掉 这是真的 所以后来林木正夫 把这个东西写成了一本书 日本人爱国 但是他背后有个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学术 他自己考证出来 最后是日本人把他杀掉的 他写了论文 后来到北京吧 什么学术会议上 再复养 再复养 来读 就是说是我们日本人犯的罪 玉达夫在给日本宪兵队 当翻译期间 这可能断断续续 有一年多时间 就是包括八原公务小镇 包括五级丁一这个地方的人 没有一个华人被杀掉 哦 这个玉达夫起了作用 对 就是玉达夫在重庆斡旋 一个都没有 他帮人家乱翻 就是有一次 这个印尼共产党的游击队 对 在开会 有一个名册 有一个名册 那么有名册被搜缴了 是当地的 当地的语言 是马来语 日本人不懂 这玉达夫问他是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是坏蛋 他放高利贷 哦 保护了这个 这个是有史料的 这个是有史料的 啊 玉达夫也是保护了陈家庚先生 保护了爱国华侨陈家庚 对陈家庚 陈家庚当时也流落到 也流落到 那个印尼 那怎么保护了呢 用翻译字变嘛 因为玉达夫是个语言的天才 他通日文 嗯 但是呢 日本人 呃 虽然占领了那个印尼 但是没有人 知道当地的语言 懂当地的语言 玉达夫三个月以后 他能 就就跟能 村民能很自如的交流了 这么厉害 是 对太厉害了 这是太聪明了 这个 好像跟他算过六国 不是七国语言吧 那他当时是这个 日军招他去做翻译 日军招他去 那这故事是这样的 坐在一个巴士上 啊 突然日军把那个巴士拦下来 嗯 一哩呱啦讲一大堆 车上的人都非常害怕 对 就当地的人 全部害怕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要 要杀了你们 要把你带去哪里 谁知道呢 结果玉达夫听懂了 就下去跟他们解释 对 他持 纯正的东京英 啪 日本军官 就马上尽力 就因为 日本人都讲不出 这么纯正的东京英 上流社会 一下子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 受过教育的 日本人事后就来抓他 就要他 知道他会点语言 那个时候不知道 约大夫 只知道这个酒厂 造胡子 这个老板 他没办法 你为什么选择 约大夫做这个研究的专题 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说过 五四的特点就是反帝反封建 反封建的作家很多 鲁迅 批盘李教 后来大部分的作家都是反封建 什么作家是反帝的呢 很少 所以约大夫是反帝的作家的一个代表 他的反帝 第一个就是设身处地的表现 中国人在海外的处境 嗯 这个当然了这个有些是讲过头 但是 是的确是这样啊 他 他日本女孩子不看他 他就说 你看不起指那人 马上上升到爱国 所以我说现在的网上都是郁闷 什么叫郁闷 就是约大夫的苦闷 约大夫的苦闷就是两点 第一是民族 第二是性 那这个是约大夫的这一条线 那近年来我就想特别强调 我近年我看到了年轻人的文章 自自有实证 原来约大夫在2223年的时候 是第一个提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哦 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白纸黑纸的文章都在 在描写公认阶级这方面 他也是走得很早的 现在很多人说 约大夫太复杂了 对 很多人只看到他风流潇洒在一面 生活的一面 所以他后来晚年的这些事情 不是偶然的 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 是他一生的人格坚持的 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小说里 把自己写的好像是一个坏人 这绝不代表这个作家是一个坏人 甚至很有可能 这个作家是一个比平常人 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更高的人 因为他要真诚 他要真诚的剖析自己 其实这有的时候是作家的一种本能 比如说卢梭的忏悔录 历史上很多这样 就是在我们看来 我们都掩而不提的 我们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 我们在心里动什么念头 他连这个都要解剖出来 给你看 他其实就是挖掘解剖自己的灵魂 但是郭沫若也还是看得很准 他后来讲过一句话 他说达夫的真使得很多人难以作假 那个卢梭的忏悔录 对他影响很大 确实是 确实很大 你看我注意到他都不会说我爷爷 他会叫名字 他会说郁达夫 对 他跟王艳霞在一起以后 基本上跟我 跟我们家基本上也是联系很少 所以更不要说我了 小时候就根本没有爷爷这条线的感情温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 在一直到1985年以前 郁达夫虽然是一个作家 我也知道我爷爷是个作家 但是 这个作家是 在家里聊天都有得小心翼翼的 有争议的 对有争议 这里面又很矛盾 怎么矛盾呢 又是一个烈索 包括我的奶奶跟我父亲 在一起聊郁达夫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用一种很隐晦的 那不会让我们小孩子都听明白的话在那聊 哦 所以 就是 对 您喜欢读他的什么 我最喜欢他读他的散文 我最喜欢他的一些邮寄啊 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 呃 这个 郁达夫是富洋走出去的 富洋江的山水 到底有什么特质 出台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 后来我就 我就慢慢的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富洋的山水特别适合 那个传统文人 就是传统的文化人 嗯 嗯 隐居 你看他隐识特别多 对 炎子龄啊 包括那个黄公旺啊 对 等等 真正意义上都是属于传统文人 那个隐识派的那批人 对隐义 对隐义那批人 他们 他们没有没有什么 呃 金钱啊 一些俗物的追求很少 他们只是想 在这山水当中 嗯 求生养性 对 思考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 郁达夫的小说 同样给我 他的散文 同样给我这点感觉 哦 就隐翼的这个文脉 对 在他的散文里 对对对 我是这么这么觉得的 对 所以他郁达夫的 包括他的作人也好 我觉得他的散文里面也好 很浓厚的 我们传统 文化 民事的那种习气 民事 对民事气 这郁达夫很好玩的 热追 今天你看看 就是什么 哇 今天他看到了一个 如先的美女 我一定要追他 我一定要跟他成为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段 今天北京的全军 给我寄来了棉袍子 他对我可真好 哈哈 穿在身上 我真是对不起他 我只能多寄一点钱 他就是个性行中人 这也是民事风流 对就民事气 就民事气 就一种赤城 富阳的文人呢 就像黄公望画 富春山居图 你不要以为是像西方人 画一个富春山居图 就是写实的 那是黄公望长期看富春山 富春江 然后画出一个他心中的富春山居图 对对对 那座山不是那座山 那他心像 这也真是江南文人的余韵 文人画嘛 就是我心中的山水就是这样 对对对我心中的美 对吧 好好好讲的太好了 您是当地的黄公望研究会会长 是的对 研究黄公望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吧 他们像我说那个船会晕的 所以我那我就想 你看一眼 如果你觉得会晕就算了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牧船还更好 最好是这样 对 那么等一下就看我们这个老天 开不开眼 老天 这些雾太大了 对雾太大了 是的 富春山水在南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吴君 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他里面是这么写的 风烟俱进 天山共赦 中流飘荡任意东西 自富阳自铜鲁一百许里 齐山易水天下夺绝 这就是天山共赦 好 然后来回答你的问题 他里面后面有两句话 冤飞立天者 像冤了一样 冤飞立天 冤飞立天者 自相很宏大的人 望风谢心 哦 望见山风 心就平息下来了 金轮事物者 就是那些当官的人 对对对 亏果忘返 就是到了这样的山国里面 就不想走 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红尘了 对 这一片山水 就是让人可以安心的地方 悉心之处 悉心的地方 所以你刚才问我 黄公望一个长寿人 为什么到复原来 我说他因为喜欢复春江 他到了这个年龄了 到了古西之年了 他又是个道士 他跑的山水多了 对啊 按说光是南方 就有很多条江 对啊 他们缘由是 他们的一个功课 对啊 最后选择了 独爱复春江 对啊 对我就说 现在也有一种观点 就是怀疑 他到底画的是 是哪里 是哪里 甚至有可能中国的画家嘛 他画的时候是心中的心象 未必是那么 与实际相对照的 一个复春江 就是说 他到底是不是在复春江 画的是不是复春江 这个问题很好 嗯 你来了 等一下我给你看 这一兜子就能解决了 看这个 哈哈哈哈 您自己来见评 对吧 好好好 哎呀 要游复春江了 算了 我觉得有点慌 没事 对对对 他不去也是明智的啊 在里头没意思啊 我们要在外头 在那边站着 对 我们要在外头 哎呀太好了 开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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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 亚 life 嗯 按 燥 레 没有把这一块烧断 没有 您的意思是说 它烧的时候卷在一起烧的 所以最外面那一层 可能是最开始的 它烧得最厉害 越往里烧 然后越往小越小越小 这么烧 这么往里烧 对 这个也补了 那你连着的 那在这个地方应该有这样 对 好 它也没有 对 我给你看 所以说要元于生活 高于生活 我们换个角度 给你看这个山的形状 好好好 我们至少找着了一个 圣山图这个角度 对 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角度 好 好 师傅现在我们往前走 哎呀 那个山头的云 多好看啊 快就不找 这个地方的风水 确实山头有画意 可惜盖了好多楼 我说这些楼不好看 对啊 好 好 来 我们现在再来看啊 看这个灌山 你看 你看 这个角度 哦 还红的耶 对吧 这就是我们富亚人叫灌山极头 那你要这么说呀 实际上是同样都是这座山 对 是 在那个角度你把它当这儿 对 在这个角度你把它当这儿 你的意思是黄公王把它做了两面 对 两面拉开 对 那会不会是他觉得 刚好这几个景 他都觉得是特别美 对 它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对吧 对 你的想法就是黄公王的想法 就是嘛 搞艺术就是这样嘛 对啊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们都要隔这么远 他又想把它画在一起 对啊 他在画这张画之前 在这个地方写上了九年了 然后他就想我怎么样让它成为一个成卷 这个过程是他最难的过程 你 我觉得您也是黄公王 您也是高于生活 您等于说也用您的方法 对 再创作 是的 您也是创作 对 那咱们再往下找 好 这就是沙粥 这是沙粥 这一片是沙粥 沙粥啊 对 沙粥 就是猪 沙粥 对 猪沙粥 对 黄公王可没开这么快啊 刚才那个蒋老师还说 哎呀 太着急了 这应该慢慢游 对 停一下 停一下 师傅停一下 停一下啊 好了 你发现了 你看 这个咱们展开看看 到哪了 在后面 这个顾峰是在后面 你看 对 我不是说这就是啊 我是说这个山的形式 让我联想到它的这种画法 你看 从下边逐层 一层一层升高 它是这样一种 渐渐渐渐上升 慢慢的上去的 江南的坡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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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很灵厉 表现岩石啊什么 风利的状态 所以我们富阳的山 就是那么温润 其实是丘陵 丘陵 对 其实是丘陵 对对对 这个披麻村啊 会让人感觉特别松 对 哎呦 你这个词太整确了 对 松软的感觉 对对对 特别松 你看你看它这个线条 是不是给你这个松松的 对啊 是吧 对啊 所以我讲的是温顺的 对 温软的松软的 它我们这边的丘陵 就是这个感觉 对 如果说你用富阳车 那就完全不对了 松秀 所以说黄公王的笔法里面 它的长匹麻村 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对对对长匹麻 你像这种啊 对那这种 你看 对长匹麻村 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对啊 水和山交界的地方 你看 我以前看这些国画 总是看不明白 因为我觉得 我一点也想象不到 它长得跟什么样 我到看完今天 我真的感觉到了 这一山水 是吧 是真的 他们生活的环境 是真的 你看 现在一层一层的又出来了 对吧 这就看得到了 这才是真正的美景啊 刚才不算什么 现在才开始啊 你能看到这个气韵 是吧 这个气韵 对 哇一层又一层的 这个气韵 太好了 你都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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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来 他好像见着好风景 一定会很激动的 太美了 你看这个山一叠又一叠 对 而且这个烟云缭绕 是 对 大都会博物馆有个研究员 是中国人叫方文老师 我知道 方文 他解释 就中国人不是说近大远小的那个科学的距离 对 它像是无穷多的空间上的层面 但是它叠在了一个二维半 是吧 二维半 也不是二维 它比二维还多一点 再厚一点 其实你在真实山水里 你能看到 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真实的距离感 对 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幅画看 那它后边的那一种影子 没有远近 对 就像是贴在 是不是像贴在一张纸上的 对 所以咱们的画家 这个中国画的这个眼睛 它更 某种程度上更直观 它就是叠在一起的 一冲 一层又一层的 多重叠的 对 你刚才讲到神韵 中国话最高的就是神韵 神韵是什么 讲不清楚的 对 只有你有眼睛去看 你自己才能感悟到的 所以最高级的那个东西 你很难用语言去讲 用语言说不出来 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了 一看就明白 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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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的一层一层 你真的要用线条去画 不对了 太硬了 对 对吧 它就是阴云当中 固度就固好了 董事长叫讲 讲黄公王是 燕云供养 燕云供养 咱们拿黄公王画再看看 所以你说你特别喜欢 这样看画才好呢 对 咱们一一都得到了对照 而且我觉得它这一笔 特别妙的 你看这线条 中锋 对 中锋 对 你知道吗 黄公王多用中锋 兼用侧锋 所以它的线条呢 就非常的这个中和 对 就平和 是吧 就心平气和 我就对它这个线条 为什么印象很深刻 就是黄公王它有写意 它并不是完全写实 对 写意的呢 有的时候一个线条 都可以抒情 是 你看它这个画啊 就像一个乐章 像个五线谱 是 是吧 就像乐谱 一直下来下来 你看它画到最后 你想想它走这个线条的时候 这一笔啊 它什么心情 是 是 无情无尽 是 你下午要去跟王苏老师谈 王苏老师对这条线 也是情有多重 是吗 所以它设计富城山馆啊 它就把这条线 用在一个它的建筑上 哎呦 那我们一定要去看看 我就是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条线 让我觉得很特别 对 淡淡地远去了 淡淡地远去了 你看它本来 它是画这个影子啊 山影 这个一重又一重 但是它最后用这么一笔 对 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线条 表达了它内心的某种 鱼音鸟鸟 鱼音鸟鸟 这里面你看 对 这是最后一次高潮 对 然后 是的 远了 远吃了 像古琴的声音 一游未尽 一游未尽啊 就像古琴的最后一声 登尾音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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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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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事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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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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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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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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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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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